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中,半导体领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它是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高科技领域,也是中国制造业目前的薄弱之处。 在半导体设计、制造到封装三个环节中,半导体制造是国内急需突破的领域,但它也是技术门槛最高的。 国内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公司中心国际的营收,只有第一大晶圆代工公司台积电的二十分之一,与英特尔相比更是只有二十分之一。 但是这些芯片制造公司,都离不开一个设备,光刻机,它是整个半导体制造行业的明珠。 光刻机,这个词在超能网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特别是这两年国内大力发下半导体产业之后,而荷兰SMA中文明阿斯迈公司也因为是目前最重要的光刻机供应商而被更多网友提起。 大家感慨荷兰这么小的国家竟然能研发出这么高精尖的设备。 针对这些问题,今天的超能课堂,我们就来聊聊光刻机。 建议阅读本文之前,大家先看看,我们之前做过的一期超能课堂文章,沙子座的CPU,凭什么卖那么贵? 里面介绍了CPU的制造过程,其中光刻的过程就是CPU生产的核心,这一过程就是在光刻机中完成的。 光刻机为何被称为半导体设备上的明珠?它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简单的流程图并不能反映出光刻在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性的。 我们再来一个更简单,直接的有关芯片,是如何研发,生产的。 来看下面的示意图,如果AMD NVIDIA高通要员把新一代CPU TPU芯片,他们会使用到KDIS,CINESIS提供的一个工具,来辅助设计芯片。 期间会用到各种IP核心,有的是来自UM等第三方公司,也有的是公司自己研发的。 设计完成之后,他们会把芯片交给TSMC台积电,UNC联电,SMIC中心国际等晶圆代工厂。 这些代工厂的生产设备则来自ASMA,AMD应用材料,LAN等8寸,12英寸硅片则是来自日本信越,SANCO胜高等公司公司。 当然半导体制造中使用的材料还有很多,比如光刻胶,清洗剂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类于半导体材料行业中。 之前看到过一个好笑,但也很有趣的悟空问答,有人问台积电能给AMD NVIDIA高通的公司代工处理器,难道不怕台积电偷偷学习他们的芯片,然后自己生产吗? 先不说这么做的法律风险,但从技术上来说,代工厂复制芯片设计,也没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因为IC设计公司并不是把芯片设计图给代工厂,代工厂是通过他们制作好的光照或者说光影模板来生产芯片的。 图片来源,如商图所示,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厂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跟IC设计公司做好的光照通过光刻工艺复制一遍到买来的晶圆上。 所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晶圆代工厂的原因,做的就是帮助别人加工程芯片的工作。 这些话说来简单,但半导体芯片的实际制造过程非常复杂,如今的半导体芯片越来越强大,从28纳米节点开始,已经不是一次光刻就能实现的了。 所以出现了多重曝光这样的技术,就是多次光刻处理,工艺越先进,芯片越复杂,所需的光刻次数就会越多。 但是要多次消耗光刻交集多次清洗,这样就会增加芯片生产的时间,提高了生产的复杂度,带来的后果就是芯片成本越来越高。 半导体芯片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可能需要20到30次的光刻,耗时占到了生产环节的一把,成本能占到三分之一。 光刻不仅是影响在工厂的生产效率及成本,更主要的是光刻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芯片的制成工艺,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这也是光刻机最重要的功能。 光刻机的原理及结构,堪称人类最精密的设备之一。 光刻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如此重要,这也奠定了光刻机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中的地位,没有先进的光刻机,其他过程都是舍本主末。 光刻机,按照不同的用途及光源有多种分类。 现在大家说的主要是紫外光刻机,我们这里提到的,主要有有深紫外光,及有极紫外光。 独光刻机是目前大量应用的光刻机,波长是193纳米。 光源是OF幅化亚,准分子机光器,从45纳米到10纳米工艺,都可以使用这种光刻机。 而UF机此外光波长13.5纳米,波长温和影响制成工艺后面再说,UF光刻机主要用于7纳米及以下节点。 S模光刻机工作原理图,以S模典型的沉浸式步进扫描光刻机。 没力来看一下,光刻机是怎么工作的,首先是系光系发光。 经过矫正,能量控制器,光束成形装置等之后,进入光眼膜台。 上面放的就设计公司做好的光眼膜,之后经过物件投射到曝光台。 这里放的98寸或者12英寸晶圆,下面涂抹了光刻胶,具有光明感性。 紫外光就会在晶圆上时刻出电路。 同样的,这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超级复杂。 S模的光刻机靠着沉浸式及双机台等技术打败了原本由日本家呢? 你看公司占据的光刻机市场。 别的不说,光是双机台技术,就不知道了有度高的要求了。 芯片生产是纳米级别的精度,两个机台的精度控制,需要极高的工艺水平。 也许差了几纳米就可能导致报废。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光刻机的结构也很复杂。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由激光器、物镜及控座台。 其中激光器负责光源产生,而光源对制成工艺是决定性影响的。 而且激光的产生过程需要耗费能量。 这也是光刻机需要消耗大量电力的根源。 还有物镜系统。 光刻机里面的光学镜片不是一两片,而是一套多达数十个光学镜片组成的系统。 是不同结构,镜片数量可能达到20片以上,而且面积很大。 又如果该一般大小,不仅制作复杂,还需要精确的反射控制。 玩弹弹的爱好者就知道镜头设计是多么复杂的了。 更何况光刻机使用的是超大,超多组镜片了。 还有就是工作机台。 双机台大幅提高了晶圆生产的效率,可以一边测量一边曝光。 但是双机台的控制又提高了复杂度,对工艺要求非常高。 2006年全球首台UF光刻机原型,如果只看光刻机的示意图,大家同样不会理解光刻机这货到底有多大。 上图是FMA公布过的一张光刻机真身,大家可以看看光刻机到底有多大。 为何需要UF光刻机,闲境工艺要么改光源要么改物景,193奥米的UF光刻机已经使用多年,而且售价普遍在5000万美元。 产能也高,为什么台积电,三星还要找FMA买单价,不低于1.2亿美元的UF光刻机,而且还要忍受产量低,能耗大的问题。 它们显然不是吃饱了称的,因为要想实现7奈米级更先进的工艺,现有的UF光刻机不够用了,需要13.5奈米波长的UF光刻机。 光刻机的分辨率取决于波长,NA孔径等。 前面说了,光刻机决定了半导体工艺的制成工艺,光刻机的精度跟光源的波长,五径的数值孔径是有关系的,有公式可以计算。 光刻机分辨率等于K1星Lam的NA,K1是常数。 不同的光刻机K1不同,Lam的指的是光源波长,NA是物性的数值孔径。 所以光刻机的分辨率,就取决于光源波长其物性的数值孔径。 波长越短越好,NA越大越好,这样光刻机分辨率就越高,制成工艺越先进。 在现有技术条件上,NA数值孔径并不容易提升。 目前使用的竞聘NA值是0.3分。 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有过一个新闻,就是ASMA投入20亿美元,入户卡尔蔡斯公司。 双方将合作研发新的U光刻机。 许多人不知道U光刻机,跟蔡斯有什么关系。 现在应该明白了,ASMA跟蔡斯合作就是研发NA0.5的光学镜片。 这是U光刻机未来进一步提升分辨率的关键。 不过高NA的U光刻机至少是2025年到2030年的事了。 还早着呢? 光学镜片的进步比电子产品难多了。 NA数值一时间不能提升。 所以光刻机就选择了改变光源。 用13.5nm波长的U取代193nm的U光源。 这样也能大幅提升光刻机的分辨率。 但是U光刻机的研制并不容易。 不要以为只是换个光源。 从U换到U对整个光刻机的结构都有重大影响。 ASMA公司研发U光刻机已经是几年甚至20年的历史了。 期间英特尔、台积电及三星都给ASMA提供支持。 先后投资数10亿美元给ASMA。 不过ASMA接近赚好之后,基本上都卖出了股票书写。 即便是这样,现在的U光刻机,依然谈不上完全成熟。 首先U极其耗电,因为13.5nm的紫外光容易被吸收,导致转换效率非常低。 据说只有0.02%。 目前ASMA的U光刻机输出功率是250万。 工作一天就要耗电三万度,考虑到这个转换率是多年前的,多年来可能会有进步。 但即便ASMA大幅改进了U光源的效率,U光刻机超级耗电也是跑不了的。 台积电在全核未来的三纳米金人场选址时, 首要考虑的就是台湾是否有稳定的电力供应。 此外,即便有如此高的电力消耗,U光刻机,现在的生产效率还不够好。 目前ASMA的量产型U光刻机MXD3400B的生产能力是125WPH,也就是一小时处理125片晶圆。 而193阿米光刻机MXD1980B2的生产能力是275WPH。 其他型号也能达到250WPH产量能相产一倍。 U光刻机不是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关键。 国内能量产90纳米级别的光刻机,尽管U光刻机现在还不够成熟。 不过三星,台积电及Global Founders等公司,已经开始在7纳米节点上。 但规模应用U光刻机,随着需求的增加,U光刻机的成本也会下降,将推动U光刻机的发展。 由于U光刻机对先进半导体工艺非常重要, 很多网友也把国内半导体不行归咎于没有先进的光刻机,特别是U光刻机。 而瓦森,那协议中,对光刻设备的限制,又引申出更多猜想,认为这些限制是国内芯片不行的原因,实际上这些传闻听着很合理。 那误解颇多,SM的光刻机一直都有在国内销售,近年来随着国内半导体市场的扩大。 大陆地区的客户甚至逐渐成为SM的大客户。 Q一季度中大陆地区的营收占比就有19%,于美国地区持平。 至于U光刻机,国内之前没有也不是因为禁售,首先是U产量低,三星,台积电,英克尔小单枣,SM优先交付他们。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并没有U光刻机的需求,因为U光刻机主要用于7纳米级以下的工艺。 而国内晶圆代工厂SMIC中芯国际,目前最先进的工艺,还是28纳米,完全用不到U光刻机,明年才开始生产14纳米工艺。 依然没必要使用U光刻机,不过中芯国际还是订购了一台U光刻机, 主要用于7纳米工艺研究,预计明年初交付。 目前的光刻机市场主要是掌握在FM公司手中。 日本家呢,尼康公司的光刻机,已经严重落伍,处于被淘汰的地位,国内也很早就研发光刻机了。 如果大家的目光不是放在U光刻机这样的顶级设备上,国内实际上已经国产化了LCD、LED用的光刻机。 其他先进光刻机也在公关中,国内目前主攻先进光刻机的主要有两大阵营。 一个是中科院长的学院派,承担了国家的零儿专项中的90纳米光刻机研发。 其下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物件系统。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负责照明系统。 去年已经研发成功90纳米光刻机,并通过验收,在企业阵营中,主攻光刻机的是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等。 其中上海微电子集团已经量差90纳米光刻机。 预计,未来几年实现45纳米光刻机研发,不过它们在封装光刻机市场上,占了国内80%的市场,全球占有率也达到了40%,LED扣引光刻机占有率也高达20%。 对于未来的UF光刻机,国内也启动了关键技术研发,又报道称,2016年11月15日,由长春光机所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02专项,集图外光刻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顺利完成了验收前现场测试。 不过官方八股文宣传的技术突破离最重要产UF光刻机还有很远的距离,90纳米光刻机用了10年时间研发,国产UF光刻机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结,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光刻机则是具体实现光刻处理器的设备,它对CPU以及存储芯片来说都是如此。 不论是生产效率,成本还是技术水平,光刻机都是决定性的。 现代的光刻机是一台极其精密的复杂系统,从机光系到物件再到工作台都有很高的技术门槛。 光刻机确实可以说是半导体产业中的明珠,UF光刻机更是明珠中的明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您的设置价 Sm κι 您 little'd行资讯 7000多的 2 4 4